嗨,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清单思维课程的第三课时 在课时的开头,我们先按照惯例对上一课时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清单式回顾吧 在上一课时中,我们学习了清单的三大类别,分别是检查清单,流程清单和代办事项清单 检查清单主要用于记录在一些特定的场景需要完成的事件或需要准备的物品 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清单来逐项核对有没有准备完成 流程清单在检查清单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个顺序的维度 我们必须要按照既定的顺序去准备所有的物品或事件 而代办事项清单呢,则是使用清单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代办事项 OK,在对上一课时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回顾之后,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课时中 在第三课时,我们将详细地了解清单的第一大类别,代办事项清单 在这一课时中,我将告诉大家这么几项内容 第一,什么是代办事项清单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使用代办事项清单 第三,快速列出代办事项清单 第四,代办事项清单有哪些类别 那么,首先我们来搞清楚第一点,什么是代办事项清单 如你所知,把你近期要处理的事情以清单的形式写下来 这就是一份代办事项清单 很简单的一份清单,对吧 而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会使用代办事项清单 但是,请大家回想一下,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代办事项清单呢 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仅仅是在事情多到无以复加的时候 才心血来潮的列一下呢 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无处不在的习惯呢 在什么时候会列代办事项清单 决定了你的代办清单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代办事项清单呢 而又是为什么列清单的频率决定了清单能发挥多大的威力呢 一部分自认为自己记忆力好的人 通常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代办事项清单 并且认为这样记录事情的方式会拉低自己的智商 但是,凭大佬来记忆代办事项的你 有没有遇到过忘掉重要事情的窘境呢 无数的科学实验已经证明 使用大佬来记忆代办事项 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谱的事 第一个实验 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神奇的数字七 我们人类的大佬并不擅长记忆随机的事物 我们的记忆极限通常是七个随机事物 也就是说,对于代办事项 你只能记住七件 而且即使这是只是这七件 你要把它完全回忆起来 还得花费不小的力气 第二个实验在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蔡加尼克效应 这个蔡加尼克效应是这样来的 20世纪的20年代 心理学家蔡加尼克 他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当客人结账的时候 餐厅里的服务员能够清楚地记得 他们都点了些什么菜 这种能力深深地吸引了蔡加尼克 无论他和朋友在餐厅里面做了几个小时 加了多少次菜 服务员都能成功回忆起所有的细节 很牛逼,对吧 但是,结账半个小时后 他们请服务员再次把账单内容写下来 他就做不到了 服务员的回答令人很惊讶 他说,我想不起你点了些什么东西 因为你已经结账了呀 很奇怪,是吧 在客人付款之前 账单明晰都会记录在服务员的脑子里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后 他就完全被忘记了 为了通过科学实验来证实他的理论 蔡加尼克请了164名资源者 让他们做了20项任务 他没有告诉他们其中一半的任务 在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会被打断 也不让他们猜到 这些打断是实验故意安排的 在这些任务当中 一些任务是手工会儿 比如做一些纸盒,捏一些离人 另外一些呢,就是脑力劳动 比如拼图,或者是做一些算术题 全部结束之后 志愿者要回忆自己做过的所有任务 蔡加尼克最初在餐厅里面的发现 获得了证实 未完成的任务更容易被记住 人们记住的未完成任务的数量 几乎是已经完成任务数量的两倍 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或不完整的任务 这个事实就被称之为蔡加尼克效应 蔡加尼克效应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它也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我现在让你写 明天你要处理那些工作 我相信你能够很轻松很快速的就完成它 但是那么为什么你每天下班之前写工作日志的时候 会拼命去回忆今天做的那些事情呢 而且很多时候你还会漏掉很多事情 想不起来 从蔡加尼克效应当中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提升工作效率的技巧 第一,回忆这件事不应该交给你的大佬 而应该交给你的代办事项清单 如果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写在你的清单上 完成一下打一个勾 完成另一项再打一个勾 那么在你写工作日志的时候 打开它就能够一目了然 第二,人们很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事情 这看是优点 但是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吗 因为你能够记住 所以在你的工作过程当中 它们会不断在潜意识里唤起你的模糊记忆 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怎么避免呢 答案还是把所有的代办事项都列到你的清单当中 简而言之 为什么我们应该把代办事项清单 培养成一种习惯呢 原因有两点 第一,我们的大佬擅长的是思考 而不是记忆 我们记不住太多的事 好记性不如拿笔头 第二,因为蔡加尼克效应 未完成的事件会不断唤起我们的模糊记忆 让我们不能专注于当前的任务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列代办事项清单 培养成一个习惯吧 当你遇到一件事的时候 就主动的把它列到你的代办事项清单当中 之所以称它为习惯 是因为习惯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不应该像之前那样 只是在忙着李不清头绪的时候 才想起有清单这么一个工具可以使用 而是应该培养成随时记录代办事项清单的习惯 记录的目的不是其他 而是为了忘记 一旦有一项任务出现 就把它列到你的代办事项清单当中 然后忘掉它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能做到心如止水的 专注于当前正在处理的任务 我们的大佬就像计算机的处理器一样 他可以单线程的把一项任务处理得很好 但是却不擅长同时并行处理多项任务 而代办事项清单就是存放所有未完成任务的缓存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方法来定期的清理自己的代办事项 这个方法叫做清空大佬 它源自于时间管理理论GTD 请大家在学习完本课时的内容之后 一定记得找一个空闲的时间 花上一个番茄时间 也就是25分钟来执行这项任务 所谓的清空大佬 就是在你的清单当中 把所有盘踞在你脑海当中的事情全部写下来 这些事情可能是你工作中的任务 也可能是生活或者是家庭中的任务 甚至还可能是可能会去做 也可能不会去做的任务 要执行这个步骤 你需要找出一张白纸 然后想一想 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有哪些事情需要你去完成 然后把它们都写下来 写的时候 不要去想执行这件事情的细节 只需要把它们一件一件的记录下来 注意 因为这是第一次完成这样的任务 所以我强烈建议同学们 一定要使用纸和笔来进行记录 而不要使用任何的电子产品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需要高度专注的 电子产品会有太多 分散我们注意力的风险存在 当然25分钟主要是考虑到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事情的情况 利用一个番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 是绰绰有余的 通常1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完成 最后你可能会轻而易举的 列出几十项任务 通常如果你认真的完成了这项任务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把所有这些原本靠大佬去记忆的事情 交给了另外一位你完全值得信赖的伙伴清单 你非常清楚 现在你不必再时不时的去回忆他们 而且你也绝对不会忘记了 现在拿着你包含了数十项任务的代办事项清单 我们开始第二项任务 对这些代办事项进行分类 分类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们按照属性进行归类 比如哪些事情是工作中的 哪些事情是生活中的 哪些事情又是属于学习的 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在分类之前 你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你的任务 然后在脑子里思考一下 都有哪些类型 然后为他们编个号 然后写在那张纸上 比如工作是那边一 生活是那边二 然后在每一件代办事项后面 写下相应的编号就行 这时有完美主义情节的同学要问了 我把代办事项分类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每个那边抄写一份清单呢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操作 之前我们的任务目的是 让大家列出所有的代办事项 让大佬找到如是重负的感觉 见证代办事项清单的力量 而且我也绝对不会推荐大家使用纸笔的方式 来管理自己所有的代办事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效率太低了 最明显的原因在于 刚才我们说的分类方式 只是按照属性进行分类 对吧 真正对代办事项清单进行管理的时候 我们还会涉及到更多的那边 比如重要程度 比如还有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快速的省事 我今天需要处理哪些任务 明天需要处理哪些 未来三天 未来七天又有哪些事情需要我处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一个清单的话 那还好 但是如果你的清单是三个 甚至更多 你要从所有的这些清单当中找出明天 或者是后天需要处理哪些事情 应该怎么办 你只能逐一打开每个清单去核对 这样的效率也太低了 对吧 而且错误率也极高 所以我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使用纸笔 或者是笔记内的工具 来管理自己的代办事项清单 尤其是清单被分门别类的情况之下 专业的事情必须得有专业的工具来解决 在后面关于清单工具的课施 我会详细的为大家分享我所使用的工具 OK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代办事项清单 这一课时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完之后 去完成两项任务 第一 运用清空大佬的方法 列出你所有的代办事项 第二 对所列出来的这些代办事项 按照属性进行分类 这两项作业会成为我们后面一些课时的重要素材 所以请大家保存好 最后刷上这一课时 再加上后面的两个课时 这三个课时呢 是我们对清单内别进行详细阐述的课时 虽然简单 但目的在于让大家对每个内别的清单 拥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三个课时之后 我将告诉大家如何使用工具 来管理你每一份清单 我是清单控杀牛 我们下一课时再见 所以 我们下课时的认识 你看着这一课时的认识 感谢观看